想起了一个别的事 我有一个师姐 她有一次跟我们讲的一些议案的时候 尤其对于癌症病人的时候 她说许多的癌症病人 都是肺气虚导致的 因为气与血先行 中医讲的气比较强的时候 她在推动这个血走 人家都认为是血走了之后才会有气 但中医不这样认为 中医认为是气推动血走的 所以她在治疗很多癌症病人的时候 也是大量的使用黄气 然后她就跟我讲 她说其实这个气虚了之后 血淤制的确会导致很多的问题 但是淤在什么地方 就还有更多的往下去推的 那为什么是淤在淋巴 或者淤在肝肾 或者淤在哪里呢 她说还有其他很多的原因 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 很能够呼应回你的这个事情 我以前也常常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人同样是肝的病 为什么有一些人 要从治肝开始入手 有些人要从治肺开始入手 有些人要调痞开始入手 有些人要调肾开始入手 我继续觉得这个不太理解 现在慢慢慢慢就觉得说 其实因为每一个人的先天体质不一样 尽管他的结论可能表现为在肝上面 但是呢 他的入手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他的体质 透过他的这个先天的出生的时间 所看到他的体质的话呢 也许我们在入手的时候 就是说你从哪个地方开始自起呢 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参照物的 我这本书就说有个序言 这个序言呢是美国中医学院 纽约的中医学院的院长 叫陈叶门教授他写的 他就说 他说如果陆先生的研究 能够得到进一步证实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中医主要是望闻闻切 那么在这个之下 能不能可以把 就是说这个先天体质的那个倾向 作为一个参考资料 那我想讲起来 就是以前我在国际团队 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话题 就是我曾经在西安呢 见过一个大夫 他在看病的时候呢 就要问你的生成八字 就是说 他当然见大部分的人 都不知道自己生成八字 只能说我一九七几年 一九六几年 几月几号的 但是他有一个换算方法 透过你这个呢 他一查 看到你是哪个时间出来的 他就出现了你的 所谓的四个字嘛 四组时间 年月日时 这四个字组呢 就是叫四柱 对吧 然后呢 每一柱呢 有两个字 就是四柱八字 然后他用这种方法呢 就大概可以看到 你的这个 这气血的流注的方式 他甚至在针灸的时候 都会看 你这一个气血流注 和今天你来看病的 这个时间的时程 的对应关系 从而呢 同样是同一个病 他可能呢 你在不同的时间来 他扎你的位置都不一样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呢 因为在这本书 实际上只是提出一个假说 就是说出生时间跟人的体质有相关性 但作为我研究的一个进一步的方向 我就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向我想就是说我能不能跟收集更多的资料 进一步证明它的相关性 相关性究竟是多少 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百分数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希望能够通过计算机程序 来预测一个人的限电体质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 那这个程序呢 已经有了一个1.0的版本了吗 对 我已经写了这样一个程序 目前呢正在收集更多的资料 目前我收集到 大概大约是600多个案例 那么我根据这些案例 我就把它分类 我就希望通过一个计算机的程序方法 如果你告诉我你的出生时间 我马上可以预测你大概属于什么体质 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它的先天的那个体质 那就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有利的 比较可以穿考的一个依据 所以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目前还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 提供更多的案例 那么通过统计的方法 我能不能这个比较准确的预测 现在我也碰到难题 所谓难题怎么呢 好像就是说这个体制是一家人 我们说就是8个兄弟吧 那我现在用统计的方法 我可以就是说周围8个兄弟当中的一个兄弟 那么他跟其他7个人的比较 我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把它放在这个8个人中间 周围放在和其他7个兄弟连在一起 我要用计算机一下子能够把它挑出来 目前还有些困难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 如果你也正好是做医生的 或者你有能够收集这样数据的能力 你可以跟陆老师联系一下 在我们的政安中医的微博上留言 或许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去了解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先天的体制 我们又该做一些什么样的预防呢 稍事休息一下 马上继续回来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智 郭先生